這邊有個裂縫 水都一直往裡面灌雨水 與其無奈王先生指責民宅接縫處 因為漏水問題讓他非常頭痛 但有問題的地方還不止這裡 從這邊都一直往下裂 大樓的另一面因為雨水重刷 整個牆面有漆剝落 嚴重軍裂 每到下雨水都會從這些破口流進住家 害他的家具全都泡在水裡 接縫處它漏水 他沒有處理 他說他只處理這個 他就不理我了 但是我一樓都已經各個房間 一樓的房間全部都已經 因為淹水而破壞了裝潢 這棟遭到投訴的民宅樓高六樓 但仔細看最上面的兩層樓 其實是夾蓋違建 不僅造成漏水問題 同時還未留防火象 如果發生火災意外 恐怕難以逃生 違建的部分還超過我的地界 我有反應過市府 市府說違章建築只能歸 規管也不能來處理 控訴新竹市府處理態度消極 讓他只能向法院提告求償 因為這些透天錯位 在新竹東區金山街距離 竹科遠區只有三百公尺 吸引許多菜鳥工程師入住 每平方價約四十萬 不過居住人口增加 卻也衍生出竹武軟相 違建認定列管災案 它是違建達六層樓的一個建築物 那後續我們也會一規定來辦理拆除 市府強調已經受理違建檢舉 接下來將會排列拆除 不會讓竹科周邊房東繼續存有 僥倖心心態 進行為楊冷蹲章借文王仲均採訪報導